大家好,我是小林 嗨,今天气死小林了 小林今天本来准备走高速公路的嘛 在大陆的高速路口分为ETC通道和人工通道的 ETC相当于车辆的挡风玻璃上面安装了一个ETC设备 插上信用卡以后每次通过ETC通道 高速路口就会自动抬杆 出口也是通理 寄费也是自动扣费的 人工通道则是依靠人工手动录路信息 并且会给你一个小卡片 在出高速的时候需要把小卡片还给高速站进行收费 小林的车子是有安装ETC的 因为人工通道真的是太多了 但是小林本以为ETC百利而无一害的时候 比较戏剧性的一幕彻底惊呆了小林 小林通过ETC通道的时候 前方是有一辆机动车的 等它通过以后就该小林通过了 但是小林万万没有想到 在小林的设备验证成功的一瞬间 小林隔壁车道的一辆车突然就变道转了过来 还好小林杀住车了 不然真得撞上去 在小林的震惊和无意当中 这辆车成功的在小林的面前以光速开走了 原本抬起来的栏杆 因为检测道了已经有车辆通过了 于是也缓缓的降了下来 小林人都傻了 还有这种称ETC的人啊 而且看责任的操作行云流水 想想应该也是惯犯了 虽然小林还在惊讶中没有缓过神来 但小林也不能影响后车的通行啊 正当小林准备重新激活设备的时候 缺乏设备提示操作无效 也就是说必须要出了高速以后 才能继续激活这个设备进入高速这个功能 因为不可能出现连续上两次高速嘛 但是小林想说 虽然理论上不可能 但实际上真的可能啊 小林欲哭无泪 后面的车辆见小林半天没有动 便开始按照喇叭吹出着 这可把小林击坏了 后来小林没办法 只有跑到人工通道和工作人员 说明了缘由之后 工作人员踩手动打开了通道 这样小林才得以进入了高速公路 小林当时就在想 这人是称我的ETC上的高速 那他也出不了高速呀 除非他出去的时候再称一下别人的ETC 下高速后小林依旧惊魂未定 便在网上查询了一下 好家伙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啊 网友们对于这种称ETC的行为 可谓是怨声哉道 小林还以为 只是自己遇到这种奇葩了呢 没想到全国各地 都有这种人的存在啊 他们普遍都是蹲点称ETC 讲究一个文准狠 小林想说 你们可真是人才啊 其实经过这件事后 小林不禁想起了 小林在台湾看到的台湾高速公路 在台湾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 为什么呢 小林先给大家讲一讲 台湾的高速公路是怎么收费的 首先台湾的高速公路是没有收费站的 也没有那种高速的入闸口 就像平常的道路一样 你是可以直接开上高速公路的 但是成年上来之前呢 路口会有一个没话的标记 就是提醒你这里是到高速公路了 其次台湾的高速公路 每天都有20公里是免费的路程 超过20公里以后才开始收费 一公里是新台币一块两毛钱 折合人民币的话 大概是两毛七左右 如果你开车超过了200公里 那么还可以打起五折呢 一公里就是0.9台币 差不多人民币在两毛多一点 然后台湾的高速公路 缴路费的方式有很多种 你可以用手机去缴 然后你也可以去商超 把那个账单打印出来缴 反正怎么方便怎么来嘛 还有一点跟大陆这边不一样的就是 台湾的高速公路会有高承载的规定 就是说台湾礼拜天的时候 有些时间段 比如说几点到几点 你上高速公路的时候 车上面必须有三个人以上 才可以上高速公路的 如果不满三个人的话 它是不允许你上高速公路的 只有绕行其他道路 交通警察一般都会在各个路口 一辆车一辆车的看哦 要求是很严格的 如果人数不够的话是真的不能让你上高速的 另外在台湾 基本上大多数的车都会安装ETAG 大概就是类似于大陆的ETC这种 它可以记录你开了多远 下高速后就可以自动扣费了 不过没有安装也没有关系 台湾高速有很多的检测设备 也是可以通过扫描车牌进行计费的哦 所以在台湾不可能出现被人称ETC这种现象了 而且也没有入口和出口的栅栏 通行效率也会高很多 小林觉得咱们这方面真的可以向台湾学习和借鉴哦 可能会有人问了 其他的都还好说 但是台湾要求坐满人数才能上高速 会不会太不人性化了呢 首先哈 小林说一说自己的观点 先说大陆吧 大陆是没有这个要求的 不管是不是节假日都是可以一个人开车上高速的 但是大陆的高速有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就是堵超太严重了 可以说平时一小堵节假日大堵 上下班刚风期可谓是堵上加堵 小林想问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速的意义是什么呢 小林依稀记得上次端午节出去游玩的时候 在高速上开了一个小时才开了15公里 说实话我都快要睡着了 相反小林觉得台湾这样的限制恰恰是人性化的表现 高速公路就应该有高速的样子 你一辆车在高速上占据了一辆车的资源 但是车上却只有一两个人 这本身就是对高速资源的浪费 只有把有限的资源整合起来 整个高速的效率才会显著提高 这也是高速本身的意义 当然了这个只是小林个人的观点哈 除此之外小林再说说几个大陆和台湾高速公路不同之数吧 首先台湾的高速最高线速是110公里每小时 大陆是120公里每小时 另外大陆和台湾都是可以通过手机查询 高速公路的拥堵天气等情况的 但是工作原理是不同的 台湾更多的是使用高线摄像头和仪器设备 进行实时监控统计数据的 大陆更多的是通过大家的手机定位进行计算拥堵情况 很明显前者的精确率会更高一些哦 另外还有一点是值得一提的 在台湾的司机的守法意识是很强的 在台湾道路交通安全法是出众的必修课程 必须严格考取家者之后才可以上路的 一切交通事故都以监控为准 而且处罚力度是很大的 像一些公共用车比如大巴车出租车等 他们的车身都会印有驾驶员的姓名 不存在待罚的现象 这一点大陆确实有待改进 就比如小林经常就有接到询问是否要卖分的电话 因为在大陆每年驾照分都有12分 像转红灯的话会扣6分加罚款 一些有钱任性的人闯了红灯后就会找到黄牛 帮他寻找那些可以卖分的人 在大陆很多人考取了驾照是不开车 或者很少开车的 又或者是驾照马上就快到分数刷新时间的 他们一般通常都会选择把自己的分数卖掉一些 换成钱 只要不扣完12分就没有关系 小林认为这样做只会让一些不守规矩的人 愈发猖狂 不能以机动车车牌为主 一些必须要以监控拍摄到的实际驾驶员为主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杜绝那些违法的事件 当然了大陆的高速也有好的地方 比如说小林穿A的车牌 在成都内的高速行驶都是免费的 即便被称的ETC 只要和工作人员好好的沟通 他们一般都是会放行的 但是小林还是希望大陆也可以多多借鉴一下 台湾的高速模式 只有合理的规划高速规则 才能让高速公路的高速儿子迷腹起始呀 好了 我是小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点击订阅哦 咱们下期见 拜拜